傅天颖自曝把12岁富商横钞票等住娶她。离婚4年的她忍痛拒绝,因为公元那件是我。 女星傅天颖和前夫陈子强,为了12岁儿子吵得不可开交。前夫先是对儿子改母性很有意见,又质疑孩子给她照顾,为什么就发病,让委屈的傅天颖,宁愿公开儿子点弦症病情,也要证明自己的情白。 而近日她激动落泪,自曝曾为了孩子放弃大好机会。傅天颖当年嫁给陈子强后,曾经非常甜蜜,世人人称献的模范夫妻。 离婚后,因为公元打野炮事件,让她的名声跌到谷底,很难在演艺圈混下去,为了抚养小孩,她到处奔波赚钱。 最近却被前夫抹黑,她气到凋泪,爆料曾有上海富商追求她,还对她喊话,我取乃。 傅天颖表示,对方打她12岁,在她20岁时就认识了,她在上海很有势力,还有私人飞机,财力雄后什么都有。 对方痴情苦苦等她12年,看着她从结婚到离婚,公元事件后也全力谅解她。 有次她在京华酒店时,对她做了最后一次的告白。 奶跟我去上海,我就取奶,如果奶没有到,我就明白奶意思了。 奶跟我去上海,我就取奶,如果奶没有到,我就明白奶意思了。 她为了小孩,迟迟无法做出决定,最后也就跟富商断了联系。 被问到当初为何选择陈子强。 傅天颖无奈地说,她很会讨妈妈,阿摩开心啊。 对家人很好,还会在他们面前翻跟斗,就像24小才一余亲。 并坦承自己确实爱过对方。 虽然有考虑再婚,但她会等到儿子大学毕业,不过那时都五十几岁了,可能没人要了。 身为一个妈妈,为了孩子什么都可以牺牲。